这一天,早上6点40,宅宅饿了一晚,饿的叫唤,烦躁地走来走去 一直等到6点50,外场开门 早上7点20左右,内场始终没有竹子,只有一堆残渣 宅宅饿了满场跑 早上7点30左右,宅宅被投喂两根竹子,看起来不太新鲜 宅宅没吃多久就不吃了 7点40,宅宅没吃的,想靠睡觉缓解积了 翻来覆去,饿得睡不了,烦躁地扒门,想去外场 8点40左右,宅宅在外场,得到了几根损损 宅宅吃的狼吞虎咽,最后躺着吃得好开心 8点45,宅宅吃完笋了,在外场爬树营业 这一早上,就吃了点笋,我都去宅宅,捏一把汗 早上9点50左右,宅宅还想着早上的笋,意犹未尽地闻笋皮 然后宅宅就进内场了 宅宅进入内场后,看见有两根竹子,坐那里打算吃竹子 结果咬了一口闻了闻,没吃就去另外的房间了 早上10点20左右,外场终于有可以吃的了 宅宅吃了几根牙签笋,还吃了几根晾衣杆 快接近中午了,宅宅才吃上主食竹子 下午2点多内场,第一次正进口味竹子 大家注意,这些竹子量是,从18号下午2点到19号早上7点 这是宅宅17个小时的竹子量,并且竹子量一根技术 可以吃的,还有不可以吃的,全都在这里了 下午4点左右,宅宅在内场认真的吃竹子 吃一会儿躺着玩一会儿 宅宅的懂事,经常让人忘记,他还是个孩子啊 下午5点40那场关灯,宅宅早早睡觉 不知道是不是没吃饱翻来覆去 现在还没入夜呢,宅宅要坚持好久呀 晚上6点35左右,宅宅饿得起来干看 这破肝虽然吃着费劲儿 宅宅依然坚强吃着,来看看这个晾衣杆 宅宅吃着,有毒困的,现在才晚上7点多 宅宅又要,度过艰难肌肉的夜晚了 我就想问问专家,你去了这么久? 一家三口的竹子,不管是这还是亮 都没有一点改变,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们曾经说的 一只熊猫40公斤竹子呢?一家三口加起来 都没40公斤,别想用两根损,蒙蔽我们 请给它们改善竹子去亮 5月18日,滑动监控